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0中国足球甲基A组联赛 2001中国足球甲基A组联赛 2002中国足球甲基A组联赛 和2005年的中超联赛冠军 也曾入选沈祥福挂帅的白金一代国奥队 和张耀昆 纪明毅 王胜 严松 胡赵军等人 一起拖起了大连足球一个时代的辉煌 图 张亚林深受大连队前主教练科萨的欣赏 科萨曾经评价张亚林是中国最好的后遥选手 时德队中最具有欧洲球员风范的球员 被球迷誉为中国版的马特莱莱 曾被科萨和孙继海等人认为 是这一代中最有可能成长委屈星的选手之一 几位大连 时德球员军队张亚林的病逝感到十分震惊 并祝福张亚林一路走好 真的很可惜她为人非常不错 图 张亚林的妻子是著名演员和模特贾妮妮 贾妮妮与张亚林结婚仅四年 两人育有一女 生前夫妻恩爱 曾被称为中国版小辈与辣妹 丈夫是足球运动员 球员妻子是电影明星 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欧洲已经是最普通的流行方式 贾妮妮印象最深的是是2003年生日的时候 张亚林送了521朵玫瑰花代表我爱你给她 妮妮当时心里的感觉特别特别感动 图 被朋友们昵称为鸭子 的张亚林家庭生活幸福 但多年来伤病不断 自2008年底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后 她的26号球衣始终没能出现在球场之上 2010年的情人节 张亚林丢下父母和妻女 随并摸而去 大连时的队长张耀昆 在他的追悼会上气不成声 更有众多自发赶来的球迷泪流满面 大连时的教练徐红 石磊 张亚林的前队友张恩华 王鹏 张耀昆 孙寿博 朱挺 邹鹏 全磊 赵明健等分